许多企业都会考虑国际扩张或投资 以获得市场份额更有效益的供应链 并建立海外生产基地 而拥有正确的扩张战略至关重要 是举几例 第一,不同地区有相应政策和优惠措施 它们可以帮助您更高效地实现商业目标 然而,相关法规可能很复杂 而如何确保集团享受最大利益 可能更具挑战 第二,如何处理跨境支付 例如,若利息预提所得税处理不当 外在融资可能产生额外成本 第三,利润和亏损将如何分布 您需要充分考虑集团公司之间的服务安排 比如,转让定价是否正确 利润或亏损是否在最有效益和适当地分配于各地区 最后,将如何以最有税务效益的方式 将税后利润分派到总部和股东 以上问题,币马为君可以给您提供专业的答案 协助您的业务持续发展 确保长期把税后利润最大化 请随时关注我们即将发布的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